哈喽,大家好,我是惠惠,天气越来越冷了,冬天除了注意保存以外,还想吃点热乎的菜,俗话说,秋冬的萝卜在人身,这个时候最适合来一道又煎又美的萝卜汤,出锅为它鲜美又变得有营养,鲜鲜的味道不比和鱼汤差,现在来看一下怎么做的吧,首先把萝卜叫去外皮,俗话说,冬吃萝卜下吃姜,不用医生开药方,为什么冬天要多吃萝卜呢,因为进入冬季以后,温度变化非常大, 天气也越发的寒冷,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把窗户紧闭,加上暖气,空调的使用,导致房间内特别的干燥,而且灼气太多,如今是秋冬季节,特别的干燥,很多人都会出现肺部不适的情况,这个时候也容易生病,是这样的多吃一些清凉的萝卜,对身体非常的好,将萝卜清理干净之后,再改造切成宝馅,可以稍微厚一些,切成这样就可以了,萝卜的营养非常的丰富,如今是维生酥碎, 要影响高于其他的水果和蔬菜,萝卜中没有炒酸,有利于盖子吸收,经常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萝卜,把萝卜切成丝之后放入碗里,接下来准备一个红椒,先去掉辣椒地,再把里面的辣椒籽取出来不要,红辣椒的营养价值甚高,除了含有丰富的萝卜素外,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,所以往里面加入一勺红辣椒,一丰富了萝卜的口感,又增加了营养, 把红辣椒也切成丝,切好之后装入小碗里备用,接下来准备一把小葱,切成长段,切好之后放过碗里备用,准备两块钱的里鸡肉,切成薄片,再切成细丝,这个丝稍微切得细一点,吃起来会更加的鲜嫩,往萝卜汤里面加点豆丝,吃起来的口感更加的鲜美,然后切好之后把它放入碗里, 然后再往里打过两颗鸡蛋,锅里加入生的油,把鸡蛋倒入锅里,不要用筷子去划散,切成一面金黄,然后给它翻个面,把两面都煎至金黄了,就可以了,如果家里人喜欢吃鸡蛋,也可以多煎几个,用勺子给它捞出来,把它放入碗里,用厨房剪刀,切成小块,也可以用刀切一下,锅里留底油,放入萝卜里, 把萝卜丝炒香,这样用油爆炒一下,可以有这种萝卜的辛辣味,而且吃起来会更香一些 把萝卜炒软,加入少量的食用盐,给萝卜入个底味,继续炒香 这个时候可以把切好的辣椒丝倒进来,把辣椒丝炒香,炒至炖生 然后把切好的鸡蛋再次倒进来,继续翻炒,把它们都炒香 这个时候往里面加入适量的开水,加入开水,煮出来的汤会增加的浓白 用勺子翻动一下,让其收热均匀,然后开大火煮开 用勺子撇去上面的一层浮沫,这是鸡蛋收热之后产生的浮沫 这个时候的汤就会变得浓白了,不再是清汤滑水,闻起来也很香 这个时候把切好的肉丝倒进来,用勺子快速的把它划开 肉丝经过高温的快速预热,吃起来才会更加的鲜嫩,不劳也不柴 煮开之后再加一点食盐,撒上一些胡椒粉,既可以去腥又可以增香 其他的任何调味料都可以不用放了 简直的萝卜汤里面有鸡蛋又有肉丝,吃起来贴定的有营养 这样看上去也很有食欲 最后我们把切好的葱段全都放进来 一道非常鲜香美味的萝卜汤就做好了 水锅前放一点香油,哇,真的是太香了 整个厨房都充满了香味 然后给它装入一个大碗里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又好喝的萝卜鸡蛋汤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汤非常的浓白,喝起了营养又鲜美 怪不得人家说在人生呢 做成这样一锅炖通通的萝卜汤,喝了之后暖心又暖胃 这样做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哟 我每天都会做些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击关注转发,拜拜